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昨天早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率先爆料 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夏威夷和中国官员会议 然后在昨天的下午 南华早报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所说 说中方的团队将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去带领 在消息传出以后 网上边就开始传言四起 实情奉佩奥和杨洁篪的会议还未进行 而且连会议的日程和相关细节都未定得到 故此在网上边大家都只不过是根据已知的资料 以及是个人的益测来推断究竟这个会议内容是谈什么 只不过在会议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西点军校发表了一篇演讲 演词的内容明显就是要给杨洁篪一个下马威 我们首先就从蓬佩奥和杨洁篪过往的会谈 尝试来推断一下究竟今次的会议会议究竟会谈什么内容 在去年8月13日杨洁篪其实也曾经低调地毫无欲笑地 出发前往纽约那树和蓬佩奥作了一次会面 在那次到底谈些什么呢 当然事后也没有公布到详情 但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的几天里面 特朗普就在推特上连续发表了很多篇贴文 都是谈及到香港问题 而在8月14日那篇就最重要了 他就说明了 如果中国想达成首阶段的中美贸易协定 就一定要以人道方式来化解香港问题 后来去到11月那时 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 他自己提到 说在8月中本身老解就想出兵香港 但在他本人出兵下 就制止了这一场人道的危机 他当时就说老解已经在边境集结了 只要十多分钟就能够将香港摧毁 大家又可以翻查8月14日的时候一些片段 当时有些外媒也拍得到 事实上在深圳体育场那里 就是集结了很多老解的军车 大家应该有印象的 这些片段 好了 而且在当日8月14日的早上 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 就发表了一篇警告 就说老解多少分钟就可以抵达香港 就说了这些东西 好了 我们就姑且相信特朗普所说的说法就是真的 因为所有的环境因素 都是符合他这个说法 好了 回到今次冯沛奥和杨洁篪的会议 有了上年8月这次的往职 其实今次都很容易推断得到 肯定都会谈及香港议题 因为在四大问题当中 包括追责撒培 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这三个议题都没有迫切性 尤其是南海议题和台湾议题 基本上台海和南海海域 都是由美军的航母来控制 和战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且追责撒培方面 暂时也是先挟住 因为在澳洲的推动下 世卫已经是表决了 说要进行独立调查 估论这个调查是 真正的也好 留的也好 起码都已经有了一个办法说法 好了 故此剩下来的 就只剩下香港问题 而香港问题 在时间点上也是非常吻合 因为中共推出这个港版国安法 而且美国方面 共和党的委员会 也是推出了一个制裁名单 名单当中包括了韩正汪洋 夏宝龙 骆惠宁 陈全国等人 有了这样的背景下 很大机会就是说香港问题 至于这个会议是由哪一方面 主动提出召开的呢 首先来说 就要说回会议地点 始终仍然在美国 所以美国也是主场 上一次杨洁篪要去到纽约 那时候是近见蓬佩奥 这次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大概坐飞机一半的陶程 去到夏威夷就有得下机见了 那是反映到什么呢 可能是美国伸出的橄榄枝 释出一点点善意 又或者是 人家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武废 你开会又不需要隔离 那拜托你不要去华盛顿首都那里 那里这么远了 无论东西都开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事 不如去外岛那里见完 你扯了算数了 也有机会 反正仍然是美国的主场 其次来说 到底哪一方面有求于另一方 似乎 美国是无求于中国 对不对 因为 美国实在有太多不同方面的选项 来到去决定制裁了 而且 中国实在有太多贪官 是将那些资产流出了 而且是放在美国那树 或者是其他五眼联盟的成员国那树 一旦美国真的去启动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 问责法当中的制裁机制的时候 这班贪官就会遭殃了 而且不单只是这班贪官遭殃 他们的亲属作为白手套去管理资产 同样会遭殃 所以 到底谁有求于谁 就呼之欲出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今天在美国西点军下 发表了一篇演讲 这篇演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怎样说法呢 他就跟那些陆军学员说 说你们每一位 都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开展你们的陆军生涯 美国正在恢复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是美国军人的职责 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 而是强力保卫我们的国家 免受外敌侵略 我们要终止无忧止的战争时代 取而代之 是重新将重点明确摆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之上 这一段可以视之为 特朗普围着在德国那时候 裁减四分之一的军人 撤走四分之一的军人 来辩解 即是说 你和其他那些有有冲突就不关我事 我们就摆美国利益在第一位 特朗普接着还说到 说美国军队的职责 不是去解决那些 很多人都未听过的 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 美国不是世界警察 但是我们要让敌人知道 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 我们将会毫不迟地开始行动 从今以后 当我们投入战斗的时候 我们就只会为胜利而战 这一段就很重要 他这段说话的潜台词 其实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去惹无美国 否则如果将美国卷入了一场战斗当中 美国一不就不打 一打就一定要打到赢为止 这个其实他就是对于 他的敌对国家或者假想敌国家 作出的一个最严厉的警示 换言之他就是要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 就是千万不要尝试在军事上 在军事上挑衅美国 这个就够清楚了 好了 其次是他所说的 这个所谓 很多人都未听过的 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 究竟是在说哪些地方呢 可以肯定的就是 一定不是在说台湾或者香港 因为在特朗普的Twitter帖文当中 或者在他的演讲当中 是曾经多次提及台湾和香港 而且在美国国会里面 亦都分别通过了台北法案 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故此 可以肯定就不是在说香港或者台湾 因为 怎会说是没听过的遥远土地 没听过 遥远土地就是符合的 没听过就是不符合的 就是这样 好了 另外在香港里面 其实是住了八万多个美国人 无论他是华人也好 或者真是白人也好 反正就是拿着美国护照的 有八万多人 故此 美国在香港有八万多个僑胞 另外有三十多万的加拿大人 另外还有持有英籍 包括BNO护照的持有 其实是英籍 不要听林郑说拿着BC 他都说是旅游证件 这些完全是不尊重一个国家的国籍 如果他只是试英国公民护照 是一本旅游证件 我就呼吁他叫林兆波和他两个儿子 去放弃英籍 是可以denounce 只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好了 在BNO和BC加上 是超过三百万人 当然有两百九十多万人 是美族BNO 但是他们如果肯付钱 也是能够付钱 故此 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 是持有或是合资格持有外国护照 而且是以五眼联盟国家的护照为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就说 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 我们将会毫不迟地开始行动 到底这一个 是不是可以解读为 对杨洁篪的一个下马威呢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就认为是的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